好多人说自己做的葱花饼发硬,怎么做都不软 今天给大家分享我的做法 保证你做好的葱花饼松软有嚼劲 400克普通面粉,放5克白糖 放4克这种高活性的酵母 现在天气冷,用高活性的酵母发面会比较快 300毫升35度以下的温水 用筷子多搅一会,搅成光滑的面糊状 然后盖上保鲜膜,醒发两倍大 准备100克面粉,5克食用盐,一勺子花椒粉 倒入热油,把花椒粉炸香 搅一搅调成这样的油酥 这是醒发好的面,明显变大了 取出来放在面殿上 有很多网友说这样的面团很容易粘手 你在面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 整理面团时就不容易粘手了 然后分成两个面剂子 简单揉几下,团然后按扁 再擀成一个大圆饼 饼的表面淋上油酥,用刮板给它摊均匀 再撒一层厚厚的小葱花,在边上切上一道 然后从一头慢慢给它卷起来 卷到最后用包包子的手法收起来 然后大头朝下,给它压一下 擀成一个圆饼 垫饼铛提前刷油 预热好后把饼放上去 表面也刷点油 这样可以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烙至一面金黄翻个面 烙至饼骨起来 两面都是金黄色 这个发面葱花饼就做好了 出锅外面酥脆 里面是柔软的 裹着葱香味,太好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